卫福部基隆医院牙科主任蔡婉如 让小小朋友躺在诊疗椅上面 用幽默轻松小小朋友又听得懂的语言 介绍牙医生用来帮病患看牙的器具 以及基本的结牙观念 启发幼儿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和兴趣 这是卫福部基隆医院特地办理的小小牙医体验活动 邀请新美幼儿园小小朋友们参观牙科设备和环境 并且透过绘本故事说明 让小朋友不怕看牙医而是爱上看牙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推广 有关幼儿口腔保健这一块 那我们会借有两个层面 先让孩子们可以接触跟熟悉牙科这一块 第一个他们直接利临卫生福利部基隆医院 牙科部的部分 那他们可以直接在诊疗椅上面 直接躺到诊疗椅上面 然后看到牙医师的工具 包括说我们平常洗牙或是清洁牙齿的工具 他们会发现 其实牙齿的工具可以喷水 甚至可以做气球 那这是实际让他们职场体验的感觉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会有护理师他们会亲自教导 他们有关背试刷牙法 然后透过绘本的引导 让小朋友发现 哦 真的每天一定要至少刷牙两次 那在学校的中午的时候 也要采用牙膏去做背试刷牙法的清洁 所以希望借由在校园端跟医院端的整合 让家长们可以更轻松地引导孩子们 对于解牙这件事情的喜爱 以及半年定期检查2for的重要性 牙科主任蔡婉如也特地准备牙齿形状 可爱的带糖糖果 以及变身为气球达人 用牙医使用的喷枪吹气球 现场边讲解边用气球折出一把剑 送给答对问题的小小朋友当奖品 让小朋友们更喜欢专心听讲 寓教于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